父亲不受规矩 儿子也不受规矩 这天下成何替寻大人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请公子给我退回去 这是寻玉和曹操的决裂时刻 曹操取下汉中威望大增 在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 一位官员在曹操的指示下 请求天子赐封曹操为威王 其他大臣纷纷附和 狂拍曹操马屁 更有人提出 以曹操的功德 出入应该使用天子一仗 曹操表面推辞 但其嚣张的神情 分明是在警告汉县帝 我可以不要 但你必须要给 汉县帝慌得不知所措 只能用眼神求助在场大臣 满朝文武却纷纷视而不见 正当汉县帝绝望之时 寻玉颤颤微微主张起身 当场提出反对意见 寻玉抬出汉高祖刘邦 曾经定下的白马蒙约 其中明确规定 异性不可称王 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众怒 承玉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寻玉 表示曹操封王 乃是上河天意下顺明星 如果流邪不给曹操封王 那就是违背万民之望 眼看汉县帝还在装傻 承玉直接挑明 封王是所有人的意思 即便曹操不同意 汉县帝也必须要给 这时曹操的后援团全部下场 呼啦啦跪倒一地支持承玉 流邪直接傻眼 眼光看向曹操 希望曹操能像之前一样拒绝 但曹操却一脸默然 显然在等流邪下旨封王 流邪还未发话 寻玉已经忍不住了 滚滚诸宫 陆路汗塵 石军路 要受国恩 今日 却成 一派 枯木败曹 寻玉转身怒视曹操 重复着最后一句话 显然是在针对曹操 随后 寻玉拄着拐杖离开大殿 失去唯一的助力 流邪彻底绝望 只能含泪下旨 赐封曹操为魏王 曹操对此却置若罔闻 只是起身看着寻玉离去的背影 曾经亲密无比的伙伴 这一刻彻底分道扬镳 曹操顺利封王 这可把曹操高兴坏了 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 都知道曹操封王的消息 于是在散朝之后 曹操吩咐车夫 立刻出发去张水 他要请众位闻友 为曹操赴世庆贺 为了节省时间 曹操让车夫从白马门出宫 车夫提醒曹操 皇宫有禁令 白马门只能出入天子车架 曹操听后却鄙夷一笑 天子算什么东西 只是他老爹养的一个傀儡罢了 现在曹操封为魏王 曹操更加嚣张 让车夫就走白马门 守门侍卫本想拦截 不料曹操亮明身份 并让车夫亮剑威胁 守门侍卫只好乖乖开门 曹操正要上路 不料巡玉突然现身拦在车前 车上是谁呀 竟敢擅闯白马门 曹操一看是巡玉 立马恭敬下车 表示自己有急事 请求巡玉让路 巡玉却坚守朝廷规矩 死活不肯让路 父亲不受规矩 儿子也不受规矩 这天下成何替巡大人 请公子给我退回去 曹操脸色大变 他没想到巡玉这么不给面子 我先走啦 她走啦 我先走啦 我先走啦